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南极寺出了个新模式,叫做战术工程师 这里的所有炮台都经过了加强 而且最给力的竟然可以放四个炮台 要是有人赶过来,分分钟灭了他 刚说完就有人过来了 表哥,他真是看不起你啊 看嘛,还不是灰溜溜炮了 一局四百多,支架就是一成六 任他是皇家大佬也扛不住三军 下面这个黄金盏都不用三军 能扛住两下就已经很不错了 诶,此人好讨厌,躲在墙后面这么打不到他 算了,放你一命,咱们继续守着B点 只要有人赶来,分分钟秒了他 又来个小黄金,先把你的炮台给打了 表哥,你的炮台放的位置不行呀 别人躲起来,你根本打不住 没事,谢谢他也行 诶,竟然打得到 你看五百多,看来这黄金不行 比刚刚那个黄家太远了 小家伙不出来,看我下去秒了他 诶,还想挣扎 先把你的炮台倒了 这炮台写上真好,还能扛住三军 目比无人急做了 你说以后会不会出新职业 就像这模式一样 怎么用炮台打出错 想想就好了,要挣出新职业 我给你们表演生存健康 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可别反悔 一眼自出,司马难追 我觉得刚刚放的位置不好太明显了 咱们应该把炮台放在不容易看得到的 这位置是最好的,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 而且还有块大石头挡着 这里再放一个 这个人好像要对炮台不利,必须剪洁了 打不过咱们就跑 只要我们活着他就没时间管炮台 炮台,真是追着追着就没了 那是,这就是追我的下场 前面还有一个,真是顽强啊 我许,哪里骂出来的大佬 咱们先跑剩下的将为炮台 这可是还是个皇家大佬 看到没,再抢了科金大佬 收到炮台的猛烈攻击通通都得倒下 咱们复活后炮台还在 一直在持续帮我们打输出 就算离得再远也不会消失 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既然觉得这模式好不好玩呢 我们下期不见不上,拜拜